张安诚就是个奸戏 你带给我拿出证据 对 我现在已经打入犯罪等红衣服了 你是警察 这个水晶球 代表我所有的心愿 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他 我自明他喝多了 啊 别死了 走开 我去射了他 你不能去 安静 对不起 张安诚 你给我等着 打 快站住 想扳倒水果头 我有一个好买 这账本是假的 那笔钱 你放哪儿了 把塞到围场的村子来 村子 从今以后 有罗曼庆 代替周董卓的位子 好 有罗曼庆 你只能来 我回见到 我回见到 他就不想去 最近风声太紧 货不好出啊 揭开罪恶的面具 我要把你的事都抖回来的 你还是这么冲动 曼天 你一定要去追求快乐幸福的生活 面对情感与使命 我不管你为什么回来 希望你马上离开这儿 当恨意吞噬了理性 就算打伤自己 我也要拖着他一起下地狱 当残酷在黑暗中生起 三 这是地狱的烈火 让他灼烧我一个人吧 唯有正义才能救赎 对不起 说了我 太难了 胡法栏目剧 六级迷你剧 暗夜 谈花 小林 你还是这么冲动 我怀疑母亲的去世 和刘自明有关 大哥 留着他 就等于留个祸 经过局里研究 决定派你过去 曼天 以后山地上的山牙 你就多交给我来出门 我跟了大哥这么多年 你能拿到骗子 住手 谁派你来吧 我就是一粮无数的 不够饭吃 你要是不信 那你就杀了我 跟着我干嘛 下一单买牌 让万田 我不服 你想服 比我 谁赢了 谁接这单买卖 无论如何 一定要赢 否则以后 我很难扶持你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 暗夜昙花的第四集故事了 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讲到 主人公曼婷和恩成 带着各自的目的 在这个罗自明的信任之下 在一个贩毒的团伙当中 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那前面我们讲到了 恩成 他是一名嫉妒警察 是打入到犯罪团伙内部的 我们的嫉妒警察 那么他呢 在暗地里搜集了 这个龙华大牌的 相关的人员 贩卖毒品的证据 那同时呢 他也很好奇 为什么那个过去 自己心爱的曼婷 也在这个团伙当中 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那他为什么成为了 今天的这个样子 甚至于他在想 如果他真的犯罪 我怎么去拯救他 其实曼婷呢 有自己内心深处 无法说出的命 那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一直对这个恩成 是拒之千里之万 我们在上集里边讲到了 在这个犯罪团伙内部 还有一个一直迷恋着 曼婷的人叫小林 那么他这个时候感觉到 好像有情敌了嘛 那于是他觉得 感觉到了一种威胁 隐隐约约的认为 曼婷和恩成的关系 非同一般 那么为了守住曼婷 这个小林呢 就想要出击了 曼婷和恩成 他们有着双重的身份 他们甚至于 在法理和情理之间 有了冲突 那么他们的情感 到底会何去何从呢 我怎么一说 赵恩成你就紧张啊 我说什么呢 你看你看你看 你有紧张 你就做生意就行了 不是 你到底是 站住 别跟着我 你们到底说什么了 恩成 原来我只是怀疑 现在我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回来 可事情并不像 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罗自明老奸巨华 我真的很担心你 我希望你能够早点离开 这样你才不会有危险 我不值得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我还能够早点离开 我就知道你来这不善 张恩诚 你给我等着 大哥 大哥 走吧 大哥 张恩诚比赛输了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 你说的事我全明白 张恩诚的身手我试过 他不可能输给罗曼婷 他输了一根指头 人子 这事一定有气球 所以我就说吗 他就是个奸细 你说他是奸细 你得给我拿出证据 周五哥 你怎么还不相信我 他肯定是一个奸细 你也别意气又死了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周五哥 我这次相信 你别再给我上眼药 放心吧周五 不会 你说一个座 两颜三颗 一根大利 一根大利 憫悦 就是一个小肩 啊 有点有白沙 来了 你们等会儿 你们等会儿 谁派你来的 袁总 什么意思 你是警察 我是警察 袁总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在省城就是个小教练 打了架 来这个地方避一遍 现在警察还抓我呢 这我是警察 没事吧你 你说你是省城的教练 谁能证明 你可以打电话查呀 打呀 别动 打 别说话 别说话了 你好 樱花小学 请问你找谁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张恩诚的教练 他已经离校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 已经很久了 我再问一下 他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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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 你满意了 你满意了 跟我来 没用 张恩诚 你仔细看看 这是我们喝茶的地方 这里呢 是我们的花艳室 剩下 这是全是货物 有武馆这块地 做掩护 才能神不知 鬼不觉地 一直坐下去 张恩诚 你别看这地方破 他呀 可是我们生意上的 重度之地啊 罗曼廷拼命地跟你斗 还砍下你一根指头 张恩诚 你知道 为什么吗 他为的是 这仓库里货物的交接权 聪明 有了交接权 在组织里 就算是有了视权了 他想挤压我 打垮我 你看他明面上 不挣不抢的 其实 这个女人 心急重着呢 你以后 多加小心点 嗯 明白 我还以为 让罗曼廷 掌权的是罗自明呢 但是我现在 才回过味 我曼廷肯定背后 坐了不少的手脚 他想挑拨我和罗自明的关系 这个女人 胃口太大了 好了 你仔细看看 安诚 我刚才去医院 给你买了最好的双双药 这个有外用的 还有这个是口服的 你到时候都拿来喝了 我今天叫你来 不收来喝这些 王曼廷 你有没有参与过制毒贩毒 文成 我问你有没有参与过制毒贩毒 有没有赚过黑心钱 有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当年是你突然就离开了 现在又是你一生不想的就回来了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过的都是一种什么生活 这么多年 我都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现在不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说我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邓车 请不要在意我情绪的失控 我所遭受的一切 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 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我 而我却不想让你知道 所有这一切 都让我一个人去承受 该吃药了 林子 你怎么来了 林子 那你话呢 干嘛来了 大哥 我想单独跟你说点事 你有什么事 还不能让我知道 曼婷 你们下班吧 行 我知道了 走吧 下班 老板 再见 大哥 想搬倒出广涛 我有一个好办法 你说说看 做假账 引起公愤 陷害他 这倒是个好办法 这事 交给你办了 行 你小子 还有什么打算呢 大哥 我确实有一点 小小的请求 你说吧 事成之后 张恩成交给我处理 这个 没问题 行 那我谢谢大哥 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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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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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慢停 你在我印象中 你很柔弱 需要人保护 我一直以为 你是被胁迫 才自由的组织 才做的这些罪恶的够子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都是你 是我做的 这一切都是我操纵的 我操纵着罗自民 操纵着林子 操控了周广涛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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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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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停 你知道吗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不让你步入对我的深渊 你明白吗 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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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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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生活 我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伤的日子 需要镇静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 总会来到 谢儿永远都向往着未来 慢停 慢停 这个水晶球 代表我所有的心愿 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它 就让它陪着你 恩成 这封信 我一样不会寄给你 我要出国留学了 原来我只是怀疑 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 阿姨母亲的忽然去世了 和罗自明有关 恩成 我要出国留学了 老子明 他喝多了 把我 飞了 我心里难以原谅他 为了让妈妈幸福的生活下去 我决定离开 这点是你 我可以给我 你连权 我让你来 你来 你来 我就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看了多少 曼婷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他做的事远远不是这些 莫子铭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 我去伤了他 你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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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子铭他人多失重 你不是他的对手 曼婷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你 我没有保护好你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罗曼婷 我就觉得我 我觉得这事跟刘子铭脱不了关系 我永远 而且在我接到电话 我马上就赶了回来 罗子铭脱不了 他都不给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的机会 你妈妈发现了罗子铭的秘密 被杀人灭口 是 所以我一定要找出我妈妈死去的真相 这就是我活着 这就是我活着决定的 罗子铭 罗子铭脱的秘密 你放心 以后有我保护你 我一定会为你保护这个臭的 恩神 你知道吗 虽然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回来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怀疑过 你爱我这件事 只要你还是爱我的 只要你还 像从前那样爱我 我就觉得好满足 曼婷 相信我 好 老进就进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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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上 好 周哥 好 看看账本的话 怎么一回事 账本 这不是周哥的账本吗 嗯 啊 哎 不对 这怎么少了一大笔钱呢 就是 弟兄们跟着周哥死心塌地的干 再苦再累 脑袋别人哭腰上 都没有一句怨言 没想到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啊 这每单生意都少一大笔 啊 这钱去哪了 我恐怕只有周广涛自己知道吧 在哪 在那周广涛的自己的腰包里 来来来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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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敢耍我 这周广涛坑了兄弟们的血汗钱 他这是看不起我们呀 啊 哎呀 那既然兄弟们都不服气 那咱们就找周广涛讨个说法 行呀 行 行 反正咱们暂理 就算闹到罗大哥那儿 咱们也不怕 行 那咱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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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关键时候掉链子了 眼看着林子那边事快成了 周广涛马上就倒了 正当你出面主持大局的时候 你倒病了 其实我也想替你多分担一点 就是不知道我这病怎么吃药也不见好 好好的 怎么说病就病了 林子这孩子成不了大事 如果你不担当大任 那生意以后就取目无数了 林子本身是周广涛的人 他这次为什么会愿意帮你呢 世上所有的交易 都是有条件的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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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边出什么事了 我去看看 大哥 这账本是假的 我赚的每一分钱 我对得起我自个儿良心 我对得起兄弟们 你别说 周广涛 周广涛 我看明白 你得给兄弟们个说法呀 你说 那笔钱 你放哪儿了 大哥 你不相信我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这账本你都没看清楚 你都不相信我 大哥 我周广涛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不清楚 现在的问题是 你要给所有的兄弟 说清楚 大哥 周兔子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 兄弟们那么相信你 跟着你干 你呢 把我们当傻子 利用完我们 钱钱进了你的口袋 你当的是什么呢 天下好事都是你的 你他妈做梦的你 兄弟们 是不是 把钱包围前都拖出来 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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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就这样把人留他干嘛 赶出去算了 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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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还我一个清白啊 小心 行大哥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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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周广涛这次的错误 犯了重怒 从今以后 有罗曼廷 带替周广涛的位子 我走 好 最后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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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就不会带那么多兄弟了 兄弟们 张恩成分的可是咱们的血汗钱 你们还愣着干嘛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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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这些是非 好吗 大哥 你说 我带一帮兄弟去收拾张恩诚 在我曼庆这个时候跑过来 坏我好事 我跟你说大哥 我现在就怀疑张恩诚 说曹操曹操到啊 大哥 这个张恩诚 罗叔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 你今天要说不明 兵哥 回去吧 没事大哥 我听他咋说 说 回去吧 罗叔 现在周广涛 也已经倒了 我呢 跟他的时间也不长 兄弟情意啊 也没那么深 都说 良亲则母而惜 我张恩诚以后 想跟着您干 坐 不管怎么样 你以前毕竟是周广涛的兄弟 我 怎么相信 我说 我说 我想要您手里的交接权 代替中国的 我们要来梳理一下这集我们遇到的一些法律点 小林潜入恩诚卧室 想要调查恩诚 并且还持枪威胁恩诚 输出真实身份等行为 是涉嫌了非法侵入住宅罪 故意伤害罪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 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 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128条规定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情结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罗曼廷注射毒品的行为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两千元以下罚款 情结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 非法持有鸦片 不满两百克 海洛因或者甲基本饼案 不满十克 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 二 向他人提供毒品的 三 吸食注射毒品的 四 胁迫欺骗医务人员 开具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的 恩臣最终还是知道了 曼廷所经受的一切 那么他 出于对这个曼廷的情感 更重要的是 出于自己人民警察的身份 他要求曼廷 要终止所有的犯罪行为 可是呢 曼廷心中还有一个复仇的愿望 他这么多年忍辱偷生 就是想找到这个犯罪团伙 最薄弱的地方 一步步瓦解罗自明的这个犯罪团伙 最终给他致命的打击 现在周广涛终于被扳倒了 达到了向罗自明复仇的目的 可以说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那所以曼廷是绝对不会轻易丧的 这个小林呢 对曼廷呢 是一种狂热的盲目的爱 那所以对恩臣是越来越嫉妒 越来越仇恨 他的存在 其实会给恩臣和曼廷的安危 带来巨大的力气 恩臣能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 而最后 他又是如何完成 对曼廷的拯救的呢 感谢您的收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对 我已经掌握他们的犯罪证据了 我怀疑张恩城是警察 你别捂说八道 我要弄死张恩城 我跟你信 罗自明就给了心情手赖的行动 一个不小心 这八蛋了 恭喜你 你通过 我跟林子准备结婚了 你母亲的突然离世 你不感觉奇怪吗 你知道就是 大家看看 你还站在回来 你别人 我刘火 我救了吗 我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YK